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DF 好大家好 我是歐媽媽 然後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身邊 這一台 Lexus UX200 他是2019年的 那當然大家也是眾所皆知 我們Lessus是一個豪華休旅的品牌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隻跨界的休旅車 那大家我們看到它前面 它LED日行燈就是這種家族式的健行日行燈 再搭配它的魚眼頭燈 讓它前面看起來非常的好看 再搭配上它霸氣的水箱護照的造型 讓大家一眼就可以看見這台車就是Lessus 所以非常的醒目 那我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這台車它的內裝的表現 跟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OK 那我們把車門打開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皮翼的表現 非常的棒 而且它是八項的電動座椅 那我們坐進去給大家看 非常的舒服好不好 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這樣調整非常的讚 好來看一下我這邊 我們桌索這邊 這邊它就是它行車電腦 跟多媒體快播的地方 在我右手邊 這裡就是ACC定速的地方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台車里程數只有一萬四千多 非常的少 而且全程都有在原廠做榜 都是有紀錄的喔 一萬多耶 真的是非常少很棒耶 而且這台車它也有 自動頭燈的功能 好 那Omama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裡面的功能吧 好 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它的裡面 這個就是它的多媒體主機 那也是原廠的喔 OK 那當然這台車子也是有倒車顯映的 非常的實用 好 那我們多媒體 剛剛有說在方向盤鍵我們可以控制 那在我手邊這邊 它也有它的觸控的模組可以去讓你做使用 所以都是可以控制的在這邊 那它搭配是時速的手自排 這兩邊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有雙電熱椅喔 然後我們兩個椅子也是電動座椅 在這邊上面 雙驅恆溫 還有這個 iKey一鍵啟動也非常的讚喔 那我們這台車 這邊兩個小按鈕 第一個按鈕就是代速起火的功能 一個是活動後的功能 就是自動注射的功能 在這邊這邊有一個小巧思 我這樣點一下 它12V的插頭插座在這邊 這邊我打開 插USB的地方 在這邊 好不好 所以它的內裝還算是不錯 很豐富 而且各位看一下這裡面 它的駕駛座上 它是用多層次的感覺呈現的 然後有皮革鍵有鋼琴面烤機 雖然是全車是黑色的 可是這樣感覺非常有時尚的感覺 那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表現怎麼樣吧 各位看一下 一樣非常的寬敞 讓我媽媽做給大家看 看一下前面非常多拳頭寬 好不好 而且躺起來非常舒適 再加上後座出風口 再後座乘錯的這個優質 OK 看一下它後備箱 在開後備箱之前 有沒有看到這個貫穿式的尾燈 家族式LED尾燈 非常漂亮 非常的醒目 看一下它的後備箱表現 當然這個可以做64分離的喔 當它做64分離傾倒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空間就大了非常多 所以讓你置物非常的靈活 而且非常的方便 再來它底下 隨車工具都在這裡面 一樣都付給大家 在最底下 備胎式 裡面還是有備胎的 OK 那我們看一下 UX200它 車屁股氣面的表現吧 OK 來看一下後面 我媽媽常說 最容易刻碰的地方就是後保感 屁股的地方 它的氣面表現非常完整 非常的漂亮 沒有任何一點刻碰 在側面 也是一樣 前車主非常的愛車耶 很完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引擎式 好 我媽媽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引擎式 Lessus UX200它這台車它是搭配2.0自然晶器的引擎 那它專屬的引擎可以產生170幾匹的馬力 最高油耗可以達到18.9 所以非常的省油 而且有力 再來就是我們這台車子我們都會請第三方來做鑑定 所以我們車子都非常的完美 然後來這邊買車可以讓大家非常的安心 那我媽媽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2019Lessus豪華跨界休旅 UX200 新車價140幾萬 在手扶汽車 而且這台車才跑1萬公里 根本就是新古車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來手扶汽車一定要來找我媽媽買車 喜歡這部影片 分享 按讚加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x2Hz dx3 4 7 C ko